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中国带来重大贡献 但这时候老母就过桥抽牌 先逼私企变成公司合营 再将合营变成国企 到五六年私企几乎绝职 直到老邓上台改革开放 鼓励民进国退 民企就好像与后春迅般蓬勃发展 成为经济增长火车头 但自从习总上台之后 种种迹象都显示 他想走回老母的回头路 习总多次强调的初心 就是共产主义理想 令人联想到 他想中国在经济领域上 国进民退 在习总的治下 国有资本以各种方式吞细民企 但今年初以来 就已经有21家民企 将大量股权卖给国企 实际上被国企控制 在习总高举公有制大旗之下 不少私企富豪都游得振没得睡 被拉的拉退的退 但也有不少人选择不坐以待毙 上个月底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 就有多个与会的中国顶级经济学者 和前高官狠批国进民退的做法 有份预会的习总心腹刘鹤也有份听 应该也有回报给老板 最终习总也不得不稍微修炼 之后他考察东北时 都要说一些安府说话 到今个月9号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重审18年前 这位湖北民企富豪 谋其中信用证诈骗案 同样都被视为是中央安府私企富豪的手段 有流亡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就说 邓小平江泽民时代是民进国退 胡锦涛就是选择性感国进民退 而习总朝代就是全面国进民退 说毛泽东对私企财产是豪夺 习总就是考取 手段不同但目标一样 因为习总和老毛都相信 只有共产主义才救到中国